洗衣店開大馬路 你一定有看過 我捷運站內還能送洗 可是同一遭 如果說衣服有不小心髒 又可以直接在那邊洗 同屬性業者競爭太激烈 搶客乾脆選在出入口 看中的就是通勤族時間感 來不及多跑別點送洗衣物 站內洗衣店 靠著高達八成的商務客 業績更比普通分店多出三成 同樣搶過路商機 就有超商業者腦筋動得快 看準心意去百貨 靠地下室連接到通行 自動聚集人氣 開設百貨門市 客群還特地正對貴姐 大幅增加女性商品 從絲襪 生理用品 到省食三餐 沙拉 輕食 平均備貨量多三成 即使營業時間跟著百貨走 只有11點到晚上9點半 貨業績表現全部輸24小時店 這邊人潮也多 結果我覺得在這邊的話 應該買東西什麼人潮多 方便就好了 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只是想要買個小東西 那你就進去買一下就好了 搶過路財 想拓展業績 選對點就有機會 帶進人潮就能轉進前潮 記者黃建宇 必須在台北搶不到